伴随着马车的吱嘎声,白领秒的马车缓缓来到了牛心村的村头,见他回来了,其他师兄弟们纷纷出来迎接。 不过他们的注意力很快就,被白领秒的义子义女们吸引了过去。 哎,这好吗?我之前就说过这四周的地,买再多的牛也耕不完。 这下好吗?耕地的人有了,搀扶着自己大肚子老婆的狗娃,装作一副狠懂的样子侃侃鹅谈。 哎,嘿嘿,那不是秀才吗?他怎么? 然而还没等他说完,一股俱力从后面把他撞一个亮枪,等他刚站稳,就看到吕举人撸起秀子带着满脸怒意的吕状元气势汹汹地冲了过去。 等看到吕状元冲过去右手轮圆了对着吕秀才的脸上啪啪两巴掌,狗娃顿时喜不自胜。 嘿,这下有乐子瞧了。 随后吕秀才被他大哥捆在村头的树上,紧接着又被吕状元拿着烟杆子猛抽,两父子相互对骂好不热闹。 你敢偷钱?你居然敢偷钱逃跑? 好啊好啊,我们老吕家祖祖辈辈都清清白白,结果到你这一辈居然出了一个佛宴。 我打死你个小王八蛋。 我小王八,你就是老王八。 你有种放了我,老子弄死你。 你是谁老子?你再说一句。 你是谁老子? 吕状元手中的烟杆子上下挥动,吕秀才的嘴巴被抽得中了起来。 看着村头相互咆哮的父子,白玲苗只觉得有些无聊,他把脑袋探出来,左右看了看后,向着高大的高志尖说道,志尖,能拿些纸跟笔过来吗?村子里要牵些长弓? 高志尖视线从小满身上挪开,看了看马车后面的男男女女点了点头。 行。 很快冷清的白家祠堂热闹了起来,这些人相互排着队,在自己的气质上按红手印。 虽然他们没一个认字的,可这气质上却详细地写了他们的报酬,没有坑半点。 苗苗,这是干什么? 春小满看着迅速书写的高志尖,疑惑问道, 千妻呢,我爷爷以前就是这样招短工长工的,这些人仅仅只是开始,后面还会有更多的人过来,既然都有人,那不如从刚开始的时候就正规些。 白玲苗努力回想着,当初自己的爷爷是怎么管理村子的。 你还要招人啊? 那当然,牛心村可大的很,最起码要填满吧。 想要振兴牛心村,这么点可不够,更何况还要淘汰掉一些悟性差的。 当看到所有人都按了手印后,白玲苗看着面前的他们说道, 既然你们叫我干娘,那就是一家人了,路上辛苦了,今天晚上杀头猪,大家吃顿好的。 一听到有猪肉吃,这些人顿时忘掉了一厢的不安,开始本能地吞咽口水,他们之中甚至长这么大,一次肉都没吃过,只听说猪肉很好吃。 当天晚上的晚饭,养小孩很卖力,一头一百多斤的黑皮猪, 除了骨头跟毛发其他的,全做成了菜,吃得干干净净。 随后这些人被分到了村子里,没人住的屋子里去了,本来冷清的村子开始变得有些生气。 夜晚,白家祠堂的暗室里,白玲苗提着灯笼,手中在那些白莲教工法上轻轻划过,眼中带着一丝渴望。 你说,这么多好东西,里面有没有解决我们身上的仙佳麻烦呢? 他身后地盖着红盖头的二神,如同一只幽魂般在后面默默跟着。 二神想了想,一个熟悉的面孔出现在他的脑海。 李师兄说过可以找大碎平衡。 他是说了,可他说得轻巧,就凭着一个名字,让我们怎么找。 四行大小不一的青泪紧失了二神的红盖头,强烈的思念感涌上他的心头。 我想他了。 听到这话,白玲苗表情微微一宁。 想想想,就知道想,没有他会死不成。 瞧瞧这哭哭啼啼的死样子,跟当初你在祠堂自杀的时候一模一样,看着就来气。 二神哽咽了一下,从怀里掏出一块白玉佩轻轻地抚摸着,这是当初李火旺送给他的,本来想换盘缠,结果都回家了,这玉佩还没有花出去。 白玲苗一边走着一边说道,你就没发现,他身边的事情我们现在都插不上手吗? 如果你是想替爹娘报仇雪恨,杀了这个杀父仇人,那你可以去他身边当累赘,拖他后腿。 听到这话,白玲苗顿时感觉身后没动静,紧接着这昏暗的角落传来了悠悠的哭声。 听到这声音,白玲苗顿时翻了一个白眼,继续在整个暗室巡视起来。 看了一会白家人留给自己的遗产,白玲苗实在眼馋,随手找到一本翻开一页。 他吃力地读着,然而这上面的内容对于现在的他来说还是太复杂了。 就在他皱着眉头琢磨的时候,旁边的微弱光芒闪了起来引起了他的注意。 白玲苗差一地看去,发现是那柜子上的巨大白玉莲花,它此时不再跟过去一样均匀地散发着柔和白光,而是忽明忽暗的闪耀。 白玲苗好奇靠过去仔细端向,却没有半点头绪。 对于这东西为什么要摆在这里?白玲苗一无所知,不过既然能藏在这么隐蔽的地方,这白莲花应该贵重的。 不过根据猜测,他觉得应该跟那什么无声劳母有关,按照之前翻译出来的说法,这白莲教的神通都是这什么无声劳母赏赐的。 他为什么会闪? 这是不是预示着什么? 忽然一只手拍在白玲苗的肩膀上,他一回头就看到二神正在仰头看着墙上的壁画。 当白玲苗同样抬头看去时,双眼粉铜微微一睁,只见之前被六匹白驴拖着的白莲花花瓣开始产生了重叠,因为花瓣密度太高,看起来不像是白莲花了,而看起来像是一个空心的洋葱。 忽然一股古怪的宋经声忽然从左侧传来,笼罩了一切。 大千甘鹿界,清华长乐门,东极庙岩宫万真环拱内,九色莲花座,百亿锐光中玉清灵宝尊,浩劫垂瓷己,七宝方千林,硬化玄圆史。 这种诵经声中有男有女有老有少,它们不断层叠,变成了某种异常怪异的声音。 这种泛音贯耳的感觉,让白玲苗浑身不断颤抖,他甚至感觉到自己的心中那股煞气都快要被冲散了。 不止煞气,还有我的实情巴苦。 各种情绪出现在白玲苗脸上,他苦苦地挣扎着。 近乎是本能的,白玲苗向着那朵白玉莲花抱去,随着那忽明忽暗光芒笼罩了他全身,这才感觉到好受一些。 好在这种感觉到来得快,去得也快,并没有维持多久。 等惊魂未定白玲苗再次仰头看向壁画时,发现墙壁上被六头白驴拖着的莲花壁画,此刻变成了病地莲。